胎儿型睡姿是以撤睡的方式 整个人就像个婴儿一样缩成一团 喜欢胎儿型睡姿的人 往往内心都比较敏感 但外表却显得非常坚强 由于是婴儿的睡姿嘛 也可能表示他们经常需要被保护 理解和同情 关于睡眠知识的研究 虽然称不上很完善 但其中还是有不少学者投入其中 根据睡眠专家 克里斯·伊兹科夫斯基博士的研究 分析出了六种睡眠知识和性格健康的关系 第一 士兵行睡姿 士兵行睡姿是以仰卧的方式 双手放在两侧 双脚自然伸直 就像个直立的士兵一样平躺在床上 在分析中 喜欢士兵行睡姿的人 性格都比较安静 做事起来往往比较坚定和有纪律 重视结构的他们 对自己和他人也有很高的标准 一般来说 仰卧者都是年轻族群 大约在25到34岁之间 而根据克里斯·博士的一项调查 有8%的人喜欢使用士兵行睡姿 超过一半以上的人都是以仰卧开始入睡 最后再变成其他姿势 第二 胎儿行睡姿 胎儿行睡姿是以撤睡的方式 双腿卷缩在身体前 两只手放在靠近身体的地方 整个人就像个婴儿一样缩成一团 喜欢胎儿行睡姿的人 往往内心都比较敏感 但外表却显得非常坚强 这类人通常都很亲切 尽管和他人初次见面时 会发现他们特别害羞 但还是无法掩盖他们内心所散发的亲切感 由于是婴儿的睡姿嘛 自然是最舒适和感到安全的姿势 因此以这种睡姿的人 也可能表示他们经常需要被保护 理解和同情 而根据克里斯·博士的调查 当中有41%的参与者 都是使用胎儿型睡姿 同时也发现 此睡姿也是最多人使用的睡眠姿势 女性更倾向于此睡姿的几率是男性的两倍 第三 圆木形睡姿 圆木形睡姿也是以侧睡的方式 双手自然放在身体两侧 双脚自然伸直 就像一条圆木躺在床上一样 圆木形睡姿虽然看起来很僵硬 但事实上是放松的 喜欢圆木形睡姿的人 性格通常都比较大方 随和 喜欢与人交谈和容易融入群众中 他们比起怀疑更容易相信他人 因此也容易被有心人所骗 在调查中 有15%的人喜欢持睡姿 也是当中第二受欢迎的睡姿 第四 渴望行睡姿 渴望行睡姿同样是以撤睡的方式 不过他们的双手会向前伸 就像要向人索取什么东西一样 喜欢渴望行睡姿的人 性格比较开放 但却会多疑多虑 他们往往也分世忌俗 另外 这类人在做决定的时候 可能会很慢 但一旦下定决心 就会很坚定 调查中 有13%的人使用持睡姿 第五 自由落体型睡姿 自由落体型睡姿 就是以趴着睡的方式 双手抱着枕头 头转向左右其中一侧 就像跳伞员 整个身体趴在床上 喜欢自由落体型睡姿的人 性格比较鲁莽 大胆 和直言不讳 他们不喜欢接受批评 也是人们常常说的脸皮较薄 内心常常会感到紧张 调查中 有7%的人是自由落体型睡姿 而认为是在千禧一代 和X世代 较常见的类型 第六 海星型睡姿 海星型睡姿是另一种仰卧的方式 双手放在头的两侧或抱枕 整个人就像海星一样贪卵在床上 喜欢海星型睡姿的人 往往容易交朋友 他们就像海星一样 无时地张开双手 提供他人帮助 倾听他人意见 不过 他们却不喜欢成为众人焦点 调查中 有5%的参与者使用持睡姿 认为使用海星型睡姿的男性会比女性来得多 以上就是克里斯博士分析的六种睡姿 除了这六种睡姿 大家应该会想 那还有其他的又怎么说呢 好 虽然没有太多的理论根据 我还是一并整理一些给大家 第七 登山型睡姿 登山型睡姿是一样以仰卧的方式 双手自然伸直 而一只脚抬起像个登山者一样 喜欢登山型睡姿的人 往往都有一个冒险和难以预测的个性 他们喜怒无常 很容易被逗笑 有时也很容易生气 但他们通常都有很高的行动力 竞争力和领导能力 算是天生的领导者 第八 木乃衣行睡姿 木乃衣行睡姿是以仰卧的方式 双脚交叉 双手抱胸前 直立地躺在床上 喜欢木乃衣行睡姿的人 认为防备性比较重 不太容易打开心扉 外表看似开放寂静 但其实内心却十分保守 在人际交往中容易遇到阻碍 第九 二郎腿行睡姿 二郎腿行睡姿是以仰卧的方式 翘着二郎腿睡觉 喜欢二郎腿睡姿的人 通常都比较自恋 在生活中有自己一套的行为模式 所以很难接受生活上的变化 独立做事可能是他们做事的最佳选择 第十 大自行睡姿 大自行睡姿是以大自仰卧方式 双手双脚大开的睡姿 喜欢大自行睡姿的人 表现独立有自信 十分重视自由和自我权利 开放的性格 让他们很快和陌生人成为朋友 是个很好的聆听者 而许多朋友如果有困难都会找他 好 这十种睡姿中 哪个是你平时较喜欢的睡姿呢 不过我要再次声明一下 以上并没有完善的理论根据 所以大家做个参考就好了啦 而且在睡眠过程中 由于其他的因素影响 像是睡得不舒服 床太小 所以不知不觉会换了个睡姿 这样就导致自然流入的肢体语言改变了 所以睡姿所表现的性格自然就没那么准确啦 我这里也只是分享出来给大家知道 至于内容大家就自己参考一下就好了啦 不过确实就会影响白天的活动和身体健康 那最后来看看哪些坏姿势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哪种才是人类最佳的睡姿呢 其实每个人在夜晚睡眠的时候 很少会维持一个睡姿一觉到天亮 大多都会更换一些动作 但不管你怎么睡 总的来说 睡姿其实就分为三种类型 也就是测睡 仰卧 和趴睡 三种类型中 对人类身体来说 最自然放松的姿势就是 仰卧 虽然说仰卧是最自然放松的姿势 但还是有要注意的地方 首先是枕头 先问问大家你是这样用枕头的吗 如果是这样就要注意了 其实枕头的功用不是让你把后脑勺抬起来的 当人平躺的时候 因为人的脊椎本来就是有曲线的 所以当人仰卧的时候 脖子的后方就会有很大的镂空 这次枕头就是拿来填补这块区域 目的就是减少脖子悬空 和整碗支撑的压力 但这里还有注意的是 并不是说我枕头选得越饱满越砰砰 对脖子的支撑就越好 过高的枕头会导致脖子向前倾 变成脖子后方的拉扯 过低的枕头则一样没办法 改善脖子弯曲悬空的状况 而正确的枕头 是刚好让头微微抬起 呈现下巴微收状态的高度 而有些人会有 腰部脊椎悬空的状况 其实这是骨盆前倾导致的 一般正常状态下不会有腰部脊椎悬空的问题 而骨盆前倾的原因可能是白天久坐 长时间穿高跟鞋 翘二郎腿等等不良习惯导致的 如果有腰部脊椎悬空的问题 这时也可以在膝窝或腰部下方 垫个高度适中的枕头 而仰卧还有要注意的另一个点是 打呼 有人会认为睡觉打呼不是正常的吗 其实睡觉会打呼并不是睡得好的状态 人之所以打呼是因为会愿与二垂过大 肿胀或松弛 导致仰卧时会愿与二垂掉落堵住了呼吸道 所以当空气经过时 一开一关震动导致发出了声音 这个可以看我早期专讲打呼的影片 而打呼严重的话可能导致睡眠呼吸中止症 因此很多人会选择测躺 就不会有这样的状况啦 好 接下来讲讲测躺 虽然仰卧是最自然放松的姿势 但睡眠专家认为测躺才是最佳的睡眠姿势 测躺一样要注意的是枕头 测躺的枕头要比起仰卧时高 这样才足够支撑脖子的压力 由于左侧卧会压迫到心脏 因此最佳的睡姿就是右侧卧 同时也建议在测睡时 两腿稍微弯曲 然后可以在中间加一个高度适当的枕头 避免上面的那只脚往下掉 造成脊椎弯曲 另外床的部分也不能太软或太硬 太软一样会导致脊椎弯曲 太硬身体支撑面小 导致压着的部位疼痛 最后趴睡 趴睡也就是不太建议的睡姿 除了压迫胸肠导致呼吸不顺畅 头因为被迫要转向左右一个地方 醒来后会感到脖子和肩膀僵硬 就会有落枕的问题 总结来说最佳的睡姿就是右侧睡 仰卧也行 但要注意以上提到的问题 然后最不建议的就是趴睡啦